你的流水线革新大概多久能完成 还得过几天 我的人才刚刚潜入富土康去偷诗 您这么看着我干嘛 怪不好意思的 您的流水线技术革新还得现偷吗 什么叫偷 技术这种玩意 搞出来就是要共享出来 搞发展的 我们搞技术的人 能叫偷吗 那叫学 好好好 是闲 那得我们学过来了 得麻烦您帮忙挡一下 郭老板那边的投诉啥的 郭总 这是咱们这两天挖过来的高级工程师 专门负责流水线技术革新的 郭老板好 郭老板 这是我们从红芯过来的时候 带来的一套样品图纸 按照这份图纸进行最新型号的莫风生产 效率能提高20% 好好好 难得这位师傅您有心了 郭老板 这几天红芯电子厂正在研造我们这种跳槽的高级工程师 据说抓到了就会严厉惩罚 您必须得保护好我们哈 这个请您放心 既然我有这个胆量挖您过来 那就有保住您的实力 这几天你们先去流水线熟悉熟悉业务 等熟悉之后就可以上手干活了 几天后 那几名潜入富土康学习技术的师傅 成功地把技术传回了红芯电子厂 好好好 我拿最新的技术图纸当二 没白下 杨厂长 就按照这个图纸给我弄流水线 还有咱们后续的工厂格局 甚至是宿舍格局 都给我按富土康的风格稿 得令得 郭总 有件事得跟您汇报一下 兄 自今有人传出消息 说是红芯电子厂后续的厂房 无论从格局到空间设计 全都跟咱们的差不多 这也就算了 最令人恶心的是 听说他们的流水线 居然跟咱们的一模一样 你说什么 郭泰铭脑子嗡的一声就炸了 富土康对比红芯电子厂 最大的优势就是流水线 一旦这个技术泄露出去 那富土康就完全没有优势可言了呀 糟糕 一定是之前挖来的那批工程师干的 退 快去把他们叫过来 人力主管刚告诉我那几位师傅这几天都说不舒服 没来上班 该死的 居然被十三给偷家了 去红芯找十三要说法去 呀 郭老板 您怎么来了 怎么 对我们红芯的新车间感兴趣啊 要不要我带您参观一下 这可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流水线技术 比我们的老流水线效率高了好几倍里 十三 我 我从未见过像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 郭老板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我咋听不明白 你们的厂房甚至连员工宿舍都跟我们的一模一样 哼 你既然喜欢我们的厂房设计 大不了算我送个人情给你 设计费什么的我不要了 但是你们的流水线都跟我们的一样 这是红果果的抄袭 是侵犯我们的技术产权 我要求你们提供图纸 以核对有没有抄袭付土康 抱歉 郭总 图纸是我们厂的商业机密 不能公开展示 至于您指责关于抄袭的内容 请拿出相关证据 否则这在法律意义上是诽谤 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出来 你几乎是一笔一复刻我的流水线 我怎么一笔一复刻 难不成你还能把图纸送给我不成 我当然不会把图纸送你 但是你可以偷啊 我怎么偷 当然是让你的那些高级工程 郭总 这些话不太合适说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偷的 但我知道是你偷的 没有证据的话 抱歉 我只能说你是诽谤 来人 把郭老板送出去 以后没我命令 富土康的人一律不准进来 你好好好 不承认是吧 郭太明当场拨打了杀金的电话 杀士 麻烦你马上来红星电子厂一趟 有很要紧的事情 十三 你可以赶我 但是杀士那边我看你如何交代 行 那就等杀士来了再说 郭总 您放心 我一定彻查此事 陈总 麻烦您配合一下我们的调查 嗯 我们配合调查 但是我不希望非官方人员在这儿 回去等杀士的消息 临走之前 郭太明还做了一个你死定了的手势 洋洋得意地离开了 在他看来 既然杀金出手了 那十三指定要完 偷图纸 尤其是偷流水线图纸的罪名 可是很严重的 没想到陈总您偷试这么顺利啊 最多三天 全新的流水线将开始运作 那个时候就是富土康被全面取代的开始 嗯 那您扎紧 期待您的全新流水线 杀金说完 直接带人走了 根本没调查 哈哈 这个大陆扑街仔 真是傻透了 居然敢直接复刻我的技术 这下被逮到了吧 郭太明回去后很开心 不过从下午开始 晚上 第二天上午 郭太明一直没有接到区领导的恢复 他就有些着急了 这种事情拖得越久 对洪心越有利 对富土康越不利 郭太明想了想 还是给杀金打了个电话过去 喂 领导 洪心电子抄袭我们流水线技术 请问调查完了吗 郭总您好 刚想和你汇报一下 昨天到现在啊 我召开了好几次会议 研究并且要求相关部门 尽快解决这个棘手问题 那具体什么时候能出调查结果啊 您刚刚提到的时间问题啊 我们也是高度重视的 不过嘛 毕竟涉及到两个大厂 为了慎重起见 我们必须得好好调查研究 在保证万无一失的情况下 再着手实施 不是 领导 我问的是什么时候办 接着杀金叽叽喳喳说了一堆 把郭太明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脑子都快烧了 愣愣了两声也挂断了电话 但是仔细一想 杀金好像说了很多 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呀 不过 郭太明也不是傻子 看得出来这是领导在祸悉你呢 不行 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杀金那了 我得想别的办法 陈总 这次的事情闹得有些大发了 郭太明申请了第三方调查组 以计数剽窃罪的名义告发展们 一旦调查组来了 调查罪名成立的话 我们电子厂新线的流水线 不光要全部拆除 还要赔偿一大笔资金 慌什么 我们的流水线设计已经进行了微调 算不算剽窃 本来就属于模棱两可的范畴 一旦我们把流水线搞成了 官方怎么可能让我们拆除 关系到几十万人的生计问题 怎么可能一个举报就能搞掉 但是郭太明卡的时间节点非常好 因为咱们的流水线还没搞成 还没投入生产 这种情况下 是有机会判咱们拆除的 另外我严重怀疑郭太明还有其他目的 什么目的 拖延时间呗 一旦调查介入 咱们就没法动工了 咱们的订单延期 郭太明就有理由跟甲方爸爸提要求 直接把订单抢过去 不得不说 郭太明这招玩的挺硬的 调查出来我们有罪 拆流水线 赔钱 还得道歉 调查出来我们没罪 但凡拖的久一些 我们没约了 订单就要被抢了 这是阳谋 一般的厂子怎么搞都会损失很大 那咱们怎么办 你那边让工人师傅们给我加班加点的 继续健兴的流水线 我这边想办法争取让调查组早点出结果 现在只能是这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